。 大家好 我是陳妮 今天 我要來跟大家講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在玩黑膠一定要注意的 就是轉速的問題 大家剛剛聽到那個東西 聽得出來是什麼嗎? 來的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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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啥 那就是我们的 邓丽君 可是为什么听起来会这么像是初音的感觉呢 听起来好像那种 初音唱歌的那种氛围 到底为什么呢 那就是转速的问题 今天呢 我要来跟大家聊聊 就是这个唱片转速 其实之前呢 在跟大家介绍唱片的时候就讲过嘛 就是其实唱片还有分成 33 又 1 转 还有 45 转有两种 那如果你把时间放得再更早的话呢 还有另外一种 78 转的重焦 那这种东西呢 他到底是有什么用途 那他对声音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而现在我们通常常见的又是什么样子 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唱片的转速 到底是什么 那开始之前呢 记得要订阅我 那我看完影片之后 你说陈寗 那我也想一套好音响 来听这些好听的音乐 那么呢 在资讯栏里面呢 有严选商城的连结 你可以看到 我已经搭配好的组合 那如果说呢 你看了 还是不会选啊 你不知道该怎么配比较好 或者是里面的组合呢 你觉得都太入门了 你想要更进阶 那没关系 那资讯栏里面呢 有LINE 的连结 在这个地方呢 也有 QR Code 这两个呢 都可以加我 LINE 那直接用 LINE 呢 跟我联系 我来帮你搭 那我们就开始啰 那我们现在 就先来看两张黑胶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看两张黑胶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张呢 其实都是 Stereo Sound 出的黑胶 这一张呢 是这个石川小百合 那这一张呢 是我们的邓丽君 那这两张专辑呢 这一张有介绍过 就是之前我们有那个全球限量1000 张的 那其实呢 Stereo Sound 出的这个专辑 都是限量的 所以 其实呢 我必须说 Stereo Sound 因为小百合这个当时拿来说 我把他的测标收起来 所以大家可能不知道是什么 我给大家看一下 来 就是他 Stereo Sound 看得到吗 这样子 可以看得到 好 好 这样子就可以看到了 好 就是这个 Stereo Sound 这个呢 是日本一家公司 那 Stereo Sound 这家公司呢 他 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商品 就是他把一些 很有名 很有名的 比如说演唱家或者是演奏家 他们的作品 然后 重新 把他remaster 过之后 再用他们的 比较好的科片机 比较什么的 再去做一个比较好的版本 所以呢 有一些是他过去没有发片过的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小百合 小百合这一张呢 就是他找了一些过去没有发片过的录音 然后重新处理过后 再来去发他 那也有呢 像是这个 像这样子 这个 Tresa Den 就是我们邓丽君人 就是把他的专辑 既有的专辑呢 重新处理过后 再来发片的 那另外呢 像是木特啊 跟卡拉扬啊 也都有 现在外面有救护车的声音 这个大家应该会听到 但希望他没事 我们再继续 再来讲这个 所以 Stereo Sound 这家公司呢 他就是专门做这样的事情 那他们家出的东西呢 通常都是只会涨不会跌 真的非常离谱 为什么 因为呢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买这个黑胶啊 像比如说像这张 Saiuri 的这张黑胶 买他呢 如果说买个四、五千块、五、六千块 甚至涨到一万块呢 我们还可以接受 这是 毕竟就是一张黑胶嘛 大大的 那你一、两万块可以接受 可是你知道吗 Stereo Sound 他出的这个 Saiuri 的这个东西呢 他有出一张叫做 CDR 那为什么叫 CDR 呢 你在那个 日本 你也可以找到介绍 他是一个盒子 一个很烂的盒子 然后呢 上面有一个石川小百合的那个照片 然后上面写 Stereo Sound 里面是一张烧录片 他连 CD 都不是 他是一张烧录片 是那个太阳 太阳又电出的那个烧录片 就直接这个样子 现在呢 日本炒到四、五万日币 真的很夸张 就一张烧录片 然后呢 里面放个音乐 然后卖你四、五万日币 Stereo Sound 就是一个什么时候干得出来的公司 这不可思议 那他们公司为什么这次 其实主要不是要介绍 Stereo Sound 只是因为 拿了两张都是 Stereo Sound 所以让大家了解一下 他们家的东西是什么样子 那今天拿的这两张唱片呢 就是这一张 Saiuri 的是 45 转 这一张邓丽君的 是 33 又 三分之一转 那这两个到底差在哪里呢 其实呢 他在播放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以这一台 VPI 这个陈寗严选 VPI Player 来说呢 他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这个橡皮圈 他可以往上 往上呢 这个就直径比较小嘛 所以他在旋转的时候呢 速度就会比较慢一点 其实我们用肉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速度呢 是比较慢的 可是呢 如果说呢 我们把他放到下面来 他就会 他旋转起来之后呢 就会快得多了 那像现在这样子呢 就是每秒 不是每秒 每分钟 45 转 每秒 45 转 那 那是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 他就是 基本很基本的转速的差异 那在机器设计上呢 每一家公司的这个控制方式是不一样的 以这个 VPI 来说呢 不管是这个比较入门的转盘 或者是 比较高阶一点的转盘 他都是用同一个轴心 然后呢 他固定的马达速度 再靠这个转轴的直径去调整他 所以呢 这个马达的速度呢 是恒定不变的 可是呢 有一些品牌 他会是 就是他会有两个按钮 一个是 44 又一个是 45 转 然后另外一个 33 又 1 转 那你直接按不同的按钮 他转速就不一样 那这样的公司呢 就是他认为他 对于这个机电控制 他觉得他 做这样子 他又很有自信 说我可以 不管什么样的转速都可以做得很好 他就会做两个按钮 那也有说 我只要把一件事情做好 就是这个马达转速呢 完全都稳定 VPI 就是这样的公司 那也有很离谱的公司呢 就是 Nagra 他最新设计的那一台唱版呢 他是怎么在 首先他有一个马达 然后呢 这个马达呢 他在旋转的时候呢 他会去侦测他的转速 接着呢 他的机器里面呢 还会有一个时钟 然后那个时钟呢 一般我们时钟不是都是DA 在那个计算那个 取样率在用的吗 没有 他的那个号称来自欧洲太空总署的时钟呢 是用来校正他的转速 所以呢 他会去侦测他的转速 然后再用那个精密的时钟 去校正这一个马达的转速 达到非常精确的每分钟 33 又三分之一转或45 转 这么离谱的东西 那请问多少 一台500 万 所以呢 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梦想的东西啦 虽然你说后面这东西全部加起来700 万 可是要我单花500 万买一台这转盘 还是花不下手 所以 那个东西呢 希望以后有一天可以开箱他 但是呢 简单说就是这个转速呢 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好 那问题来了 刚开始我们影片最开始的时候啊 邓丽君听起来很奇怪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 那就是因为转速不对 这是一张33 又三分之一转的唱片 那他转速我刚刚把他设在45 转 所以他转得快的情况下 他的震动频率变高了 他的整个声音的音就拉上去了 那如果呢 他是33 又三分之一转正确的会是怎么样呢 听起来就会像这个样子 我们来听看看 听个几秒钟就好了 好 来 我们来听看看 你看 就像这个样子 他就会是一个正常的音高 所以 这个 转速 就是这样子 那你说呢 你有没有看过去 比如说夜店好了 那个DJ 他们不是会要 两张专辑要接歌吗 从这一张接过来 或者是这一张混这一张啊 那他们要去调整他的节奏的速度的时候呢 怎麽调整 就是他靠这个转速 转得快跟转得慢 你现在看现在的DJ 他比较细 就是 算是比较轻松了 他不需要在那边调转速 甚至还有自动对拍 他那个DJ 软体有一个自动对拍 按了他会把两首歌的拍子对在一起 可是过去 就是传统的用这种 还在用黑胶的这种DJ 他不是 他是用听的 所以呢 他数这边每秒几拍 再数这边这一张每秒几拍 然后就直接靠调整这个转速 去让两边的音乐的拍子 可以完全一致 那他要接过去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叫顺地接过去 或者是两张顺地混在一起 所以转速呢 他会决定怎麽东西呢 第一个就是他的音高 再来就是他的节奏速度 可是你会说 那为什麽要有这样的分别 你全部都用33 又三分之一转不好吗 为什麽要有一个45 转 然后再来一个33 又三分之一转 不觉得这样很K 海吗 其实呢 这个东西 在过去啦 可以说是两个东西的考量 第一个是声音的考量 第二个是商业上的考量 45 转的黑胶 你可以看到就是他每一秒转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嘛 也就是说呢 他每一秒钟呢 经过唱针的距离是比较长的 那如果把这个距离拉长的话 你原本这个地方 比如说唱这个 Saiuri 的歌啊 唱的时候 然后这个地方有这些细节嘛 可是呢 因为你原本是33 又三分之一转 所以必须把他限缩在这麽短的 空间里面呢 就要记录这麽多的讯号 那那讯号呢 就一定会有一些呢 就会损失掉 因为距离太短了嘛 你画不出那些那麽多的讯号 可是呢 如果把他改成 45 转的话 他就会变长 所以呢 这样子的时候 他的细节就可以记录得更丰富一些 就好像取样率 原本这一段 你取样 44.1K 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有一些地方 因为切分的关系被切掉就不见了 可是呢 你如果把他取样 96K 的话 那他这样切切切切切 切了 96,000 次 那他切了更多取样更多 那他的细节就会更多 其实概念是很类似的 所以呢 现在 在做黑胶的时候 如果他是一张比较追求声音的黑胶的时候 比如说像这一张 Sayuri 的这张黑胶 他完全就是为了追求最极致的小百合各生的黑胶呢 他就是用 45 转来做的 可是呢 这件事情呢 在商业上呢 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呢 45 转 你看喔 每一张黑胶就是这么大 12 吋 那 33 吋 1 转跟 45 转会差在哪里 就会差在他每一面 这整张一面 他可以记录的歌曲的数量会不一样 比如说呢 以像这一张邓丽君的这张 33 吋 1 转 上面呢 就可以记录 12345 就是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可以记录五首流行歌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子 可以记录五首流行歌 这样可以看得到 可以看到五个轨道 这样可以看得出来 可是呢 可是呢 像我们的这 Sayuri 讲的 他的这一张专辑呢 他是 45 转的嘛 对不对 他里面呢 就只能记录 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跟你讲 这东西其实你如果之前看影片 就会有看到资讯 但是呢 没关系 我们可以再看一次 来 几首歌 两首 一面就只有两首而已 因为他转得快 所以呢 他这一走的那个面积 就会比较少一点 他就会这样子 像这样子 可以看得到 他的轨道你看 其实就只有两首而已嘛 这个珍贵的东西 先收起来来说 先收起来 这个收每次 收他 这真的让我觉得很烦恼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很想听 可是每次拿出来再收回去 又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真的是麻烦 好 那放回去 所以呢 在商业的考量上呢 如果 一张专辑呢 你为了好听的声音呢 那你去给他弄成45 转的话呢 那他就会变成要很多张 就是很多张碟片 才可以把一张专辑把它收完 比如说一个 专辑有八首歌的话 像这一张八首歌就要用两片 他如果像那赵子龙 见龙蟹甲 他就要用到三片 所以呢 从商业上来说 除非这张专辑呢 他天生就是什么限量版 他要卖很贵啊 不然呢 他在商业的考量上 他会变成成本很高 同样一张专辑呢 1000 多块的黑胶 人家只要一片就可以搞定 你变成要两片 人家买起来 心情就不好 你已经变成要变贵一点嘛 不然1000 就可以买的时候 他变成要卖2000 所以呢 这个转速的问题 其实主要还是体现在这两件事情上 就是第一个是声音 第二个就是他的商业考量 就是这样子啦 那目前以主流来讲呢 通常你大多数买到的呢 通常都还是会是像是这个样子 33 又 1 转 可是呢 偶尔 这里给大家看一个我的收藏品 就是 第一版的越过天成 有一些像是这样子的 越过天成的专辑 像这个样子的 因为呢 他里面就只有一首歌而已 给大家看 就是这样子 他就只有一首歌而已很可爱嘛 那因为他只有一首歌 所以有的时候呢 他就会干脆把他做成 45 转 因为反正一首而已啊 那你 你就买了这样子 他多少钱 700 日元 1987 年的时候出为 700 日元 你买了这样子 反正他就给你做 45 转 所以 有了这种单曲的呢 小片的 他就会做 45 转 可是呢 如果做到这种大片的 基本上主流呢 还是 33 有三分之一 只有像这种潘纳 专门用来共攀纳的这种 限量的 然后专门追求声音的 才会去做 45 转的黑角 就是这样子啦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呢 看完这黑角影片之后 你对黑角还有任何的问题 或是想了解的东西 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 我都会看到 有机会呢 我们再来聊 那如果看完之后呢 你觉得说 陈寗的影片太棒 我很喜欢 那么呢 在这个资讯栏里面呢 有频道会员的连结 在旁边呢 也有超级感谢的按钮 这两个都可以支持我把影片做得更好 那些 什么新的设备啊 什么的 通通呢 都是感谢大家支持才有成果 所以谢谢大家的收看 也感谢你的支持 我是陈寗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